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老Y 说到特斯拉,相信没有人会觉得陌生吧 尤其是我真正的偶像,马斯克 这名字应该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吧 马斯克在早些时候卖掉了10%特斯拉的股票 套现了160亿美金 可是在卖股的同时,他又执行他薪酬里面的股票选择权 左手出右手进,结果马斯克的持股反而增加了 当然这都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在过去的一年 特斯拉在全球晶片严重短缺和供应链出现问题的时候 依然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特斯拉在2021年在全球交付了超过90万辆汽车 而在2020年,特斯拉的产量还只不过是50万辆而已 不过特斯拉一直以来都有年交货增加50%的目标 去年特斯拉的目标可以说是超标完成了 在过去的一年 特斯拉的Model 3和Model Y的产量比前一年多了一倍多 这弥补了高端车型Model S和Model X产量的下滑 无论如何,特斯拉去年的销售业绩超过了500亿美金 利润也是创纪录的50亿美金 在这样出色的业绩之下 特斯拉的股价在去年涨了差不多50% 它的市值也超过了1兆美金 马斯克也因此成为了全球首富 总净资产为2700亿美金 这身家一天花一亿都要用超过7年的时间才能花光 当然,马斯克并不是完全为了钱才搞特斯拉 SpaceX,Starlink这些东西 他已经计划好要在今年向他的客户交付130万辆汽车 这目标并非天方夜谭 因为特斯拉在德国和美国德州的新工厂已经建好了 如果都能100%投入使用的话 今年特斯拉的目标恐怕又会超标完成了 可是问题来咯 特斯拉是如何克服困扰全球一年多两年的电脑晶片短缺 以及供应链堵塞的问题呢 在美国,由于晶片短缺的关系 美国的汽车销量下好了24% 是近10年来的最低水平 而且去年全球也面临供应链堵塞的问题 不管是港口拥堵啊 卡车司机短缺啊 运输费上涨啊 极端的天气 再加上疫情 即使消费者的需求强劲啊 也没办法 但特斯拉几乎无视这些障碍啊 超标完成交货量的目标 特斯拉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身边的电器都需要用到晶片 手机需要 汽车需要 特斯拉这种电动汽车也需要 特斯拉之所以可以保持生产线运转啊 这和特斯拉在软体工程的专业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特斯拉在这方面的能力啊 让它比其他车厂更容易适应晶片短缺的问题 和传统车厂比较啊 特斯拉的优势在于年轻 比起传统车厂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不断增加零部件 特斯拉是从零开始设计汽车的 这让特斯拉在面对晶片短缺的时候啊 迅速整合了自己的系统 马斯克找来了替代晶片 短时间内修改 甚至是重写软体啊 编写新的固件 再让新晶片可以和特斯拉汽车进行整合 这都是传统车厂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啊 以为特斯拉的电动汽车会比一般汽车啊 使用更多的晶片 但根据对2019年莫斗3的研究啊 原来这车只需要一组半导体 就可以操作语音啊 手势识别啊 音响控制等等的功能 而在其他车型呢 这些功能都需要采用更多的晶片来分开控制 除此之外啊 传统车厂通常都会由零部件供应商负责采购晶片 特斯拉呢 不一样哦 马斯克喜欢在内部生产汽车零部件 所以与其说特斯拉是一家车企啊 不如说它是一家超高科技的企业 特斯拉自行发展电池技术 特斯拉也自己研发晶片 控制自动驾驶人工智慧处理器核心的 也是特斯拉自己设计的 特斯拉的电子系统也是自己完成的 这概念啊 就和苹果手机的概念一样哦 一台苹果手机可以采用不同晶圆代工厂制造的处理器 记忆体也可以不一样 镜头或其他元件也一样 这样的生产方法胜在弹性很大 而马斯克呢 就采用了类似的概念在特斯拉汽车上面 特斯拉的工程师啊 可以针对不同的元件 进行不同软体的搭配啊 甚至编写不一样的软体和固件来使用不同的元件 简单一点说啊 就是拿到什么食材就煮什么菜色了 当然这些原材料的品质啊 还是要有一定的水准 特斯拉才肯接收的 特斯拉就是透过这种做法 最大程度的避免了原材料短缺的问题 这都是那些必须依赖外来设备和技术的 传统车厂啊 所不能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呢 特斯拉在晶片短缺之前啊 就已经和半导体供应商建立好直接的关系了 例如供货给特斯拉的高通 当特斯拉决定自己制造晶片啊 这些和半导体供应商的关系啊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而且呢 特斯拉是电动汽车的龙头品牌 不断上升的市值啊 也让供应商认为特斯拉和马斯克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客户 一些供应商甚至愿意为特斯拉做一些他们不愿为其他车厂做的事情 因为和其他传统车厂比较的话 特斯拉的产量其实不算大 例如丰田一个月的产量啊 就超过了特斯拉一整年的产量 但正因为产量小啊 这让供应商更愿意处理特斯拉的小规模订单 所以呢 产量小啊 也有它有利的时候 特斯拉应对晶片短缺的做法 引起了其他车厂的学习 例如福特和通用汽车 过去一年多晶片短缺的问题啊 已经影响了这两家车厂的产量 也因为这样啊 福特在去年11月和半导体制造商GFS达成了协议 联合在美国生产晶片 通用汽车呢 也不甘后人啊 随后和高通以及NXP半导体达成协议 一起开发和生产电脑晶片 这些车厂啊 纷纷将生产线转移到离自己更近的地方 有些甚至转移到自己公司的内部 例如福特就这么做了 福特将晶片开发的工作啊 转移回公司内部 如此一来呢 就更容易控制供应链的问题了 只能说啊 一场疫情的爆发 特斯拉终于让这些企业了解到全球化的弊端 纷纷做出举动来预防未来再次出现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啊 因为原材料短缺可以导致整个生产线的停顿 特斯拉在这方面的困扬啊 特斯拉在这方面的困扰啊就比较小啊 因为特斯拉有着极高弹性的组装过程 特斯拉可以先组装好大部分的汽车组件 如果半导体零件吹货啊 可以先不装上 供应商最后供货的时候 特斯拉就配合预先设定好的系统方案 在组装进车内 完成功能设定和测试后啊 就能出车给客户了 这种组装方式啊 可以说是特斯拉的优势啊 而另一项其他车厂暂时没有的优势啊 就是客户对特斯拉的容忍度和耐心了 虽然马斯克好像很神哦 但其实供应链问题对特斯拉或多或少啊 还是有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的 这导致了特斯拉在交付一辆新的特斯拉汽车给客户的时候啊 可能会缺少几样领部件 例如缺少USB接口啊 缺少无线手机充电功能等等 但是呢 特斯拉的客户啊 会在预先收到通知的情况下 依然愿意先提车哦 然后预约在一两个星期 甚至是一个月后啊 回到特斯拉车厂进行升级 这种对待特斯拉的信心和耐心啊 都是让特斯拉在这一次晶片危机中成为赢家的原因之一 晶片短缺的问题啊 其实也给特斯拉带来了一些麻烦 例如一些新车型就因为晶片短缺而延迟推出 很多人很期待的Cybertruck和卡车 本来应该在去年开始投厂的 现在呢 必须延迟到2022年和2023年 但都说了特斯拉的客户啊 对特斯拉有着异于常人的信心和耐心嘛 相信买家都会耐心等待的 不过啊 对我来说也没差了 反正在马来西亚最便宜的Model 3 也要卖28万马币左右啊 也就是7万美金左右 对于我这种穷光蛋来说啊 还是继续开汽油车污染环境吧 我开了汽油车和Model 3的差价 可以让我加油加个100年左右 这环保的工作还是交给有钱人去做吧 我就购买小量的特斯拉股票 意思意思就好啦 说到电动汽车啊 也不得不提一下苹果哦 本来应该在2024-2025年推出的Apple Car 也许在今年9月就会提前发表啦 其实如果苹果再不加快步伐 等到2025年才来推出Apple Car的话 到时候的市场就更难占领了 不过呢 对我这种穷光蛋来说啊 结果还是会一样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啦 说到交通工具啊 我的旅游系列 Y铁骑在不久的未来啊 将会迎来新的企划 可能在农历新年之后吧 如果大马疫情OK的话 不过呢 新的影片啊 我不会再放在这个频道了 如果我再把不同类型的影片放在一起的话 我频道的触及率啊 恐怕会更加惨不忍睹 虽然现在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所以呢 Y铁骑所有的新影片啊 都会放在我新开的副频道 Y铁骑 有兴趣的可以先把频道订阅起来哦 频道的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和置顶留言 感谢感谢 嗯 什么都略懂一点 生活更精彩一些 我们下一个星期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